過程的眼淚真實現身 災難當前他們用命在拚 楊學長還沒有出來 我們一直到早上的起點 我們試著從另外一面破窗 想要去找學長 想要把學長好好帶回家 那進去沒多久 念照 應該就是他了 聽到敲擊聲 馬上開始做救災的動作 花了一天的時間 才把牆跟鋼筋破壞開 然後把他救出來 救了他 今天晚上9點 東森超市33頻道 哈囉 你有事嗎